據德國官員說三名婦女目前受到當局調查 他們是在新年放天燈後引發了一場毀滅性大火 導致當地一個動物園內超過30隻動物在火災當中死亡 檢察官說三名居住在當地的婦女分別是一名母親和她的兩個女兒 當局在元旦日召開有關這場大火的記者會後 這三名婦女在德國西部城市克雷菲爾德與警方聯絡 據德國警方負責這宗事件的負責人霍浩曼說 有人希望放天燈祈福 但他們當然甚至沒有考慮過事後可能發生的事情 他必須要說這群婦女有勇氣 因為需要很多時間與警方聯絡並且認為對事件負責 這名負責人說他覺得這種做法很有體面 所以德國警方尊重他們 霍浩曼說雖然調查人員確訊放天燈是今次事件的起因 但他們將會調查導致火勢蔓延的其他原因